可口可乐走过136年头 三阶段策略 只把消费品牌久 那么 可口可乐百年行销案例 又能对我们现今的新消费品牌 带来哪些启发呢 首先是销售渠道的建设 不要局限于线上或线下 尽可能覆盖更多的渠道 品牌行销的价值 才会进一步放大 其次是不要忽略公关的力量 我一直认为 在现今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 公关的价值比广告的价值更大 如果能透过公关 塑造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 社交媒体的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用户自产内容和自传播 将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知道 现在竞争最激烈的智慧型手机领域 无论是小米 华为 还是OPPO Vivo 在公关方面的花效都相当不菲 第三是广告要关注内在沟通 而非展示产品 产品特性会复制 超越 品牌形象难以取代 第四 尽可能地透过营运 形成独特的粉丝文化 这在社交媒体时代 并没有那么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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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